我有性生活嗎 有時候我給你休解 你說 我不喜歡那麼主動的女生 什麼事 我就跟他說 龍貓跟我二選一 有龍貓就沒有我 有我就沒有龍貓 發票寄來家裡 葉佩為什麼沒有發票 沒有 是因為我騙她 根本不是葉佩 就是要放發票 你們應該已經 應該十年了嘛 應該已經過了那個七年 養過了 養過了 我覺得我們的第三者 有存在過 誰 我覺得我們第三者是工作 喔 就是說因為 他算是我師姐嘛 我們是同公司的 結果因為我們也有副業 就是我們做團嗎 有時候要出貨啊 要包貨啊 所以等於是我們 24小時都黏在一起 那婷芸他其實是一個 婚前其實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愛錢 可是他婚後 他好像聞到鈔票跟他 怎樣 無時無刻就是 就是要探集就對了 就是 因為可能生了兩個小孩子 對 對 講到重點了 這個是可以打人 可以打可以打 可以打 講到重點 真的就是因為有小孩之後 然後 我覺得那是一個責任感 不是看到錢就這樣這樣這樣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責任 對 但是我覺得回到家的時候 就是要放鬆嘛對不對 對不對 回到家的時候洗完澡 就又跑到電腦前面 開始在打單子 因為我們要出貨 又需要有那個打單 再貼單嘛 對啊 那沒辦法 每天好像都是平行線 沒有交集啊 是真的幾乎都沒有講話 住在一起像室友了 我就突然覺得 欸 我跟你好像不是阿嬤 講話就是講那個 欸 出貨的事情 欸 我就想說 有的時候我們兩人世界一下 有的時候 欸 休姐 有的時候來個 什麼是休姐 休姐是什麼 什麼 還有性生活嗎 有時候我跟你休姐 你說 我不喜歡那麼主動的女生 不是 不是 你要感恩啊 真的 不是 要怎麼說 不是 他的主動是 他的主動是整個 惡人撲弧 我這樣整個撲起來 沒有 他有時候 他之前有跟我 就是有談論過這問題 他就覺得我就是 這件事情變得沒有那麼熱情 那我有的時候想說 好 不然我就 試著比較主動一點 他又跟我說 喔 不不不不 我比較不喜歡那麼主動的 不是 他是太主動的 到底要怎樣 那你要來一種 對 你講清楚 他會看 你不要主動 那你要來一種 他不是那種比較含蓄的 那種 吶一吶一吶一吶那一種的 對對對 要不然時間久了 真的 會發生問題 是不是突然間出現一個 比他更有情趣的 你是不是就 他也是屬於不擔心我的 因為以前你知道我那麼怕 但現在要擔心啊 你現在很正 但是現在他也是不擔心 他都覺得說 是他的 就是他的 對 天啊 沒那一段的事 對啊 沒那一段的事 沒那一段的 沒有啦 我就覺得說 就順其自然 我就做好我自己該做的事情 我現在講我好了 我以前就是那種活在當下 就是現在想買什麼 我就會直接買 也不會想說現在到底身邊有沒有錢 有沒有存款什麼的 那像以前我們剛開始 童居嘛 因為我很喜歡寵物 我很喜歡小狗 我們兩個都屬於那種 腦波很弱的 對 屬於那一種 然後因為我們就特別喜歡 發豆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去 經過寵物店 然後就剛好看到 發豆是最難養的 對 然後就剛好看 很可愛耶 就剛好看到那個 你不能為了可愛 你為了可愛 你會害死你自己 我快要害了他 對 看了很可愛 我就補一句說 它是屬於那種會在旁邊塞人的那種 重點是以前的 我就是身邊也沒有什麼存款 身邊也沒有太 就是沒有什麼錢 我就想說 不然就把它抹下去好了 結果我又補一句 公的 可是他很孤單耶 我就問店員說 他有妹妹嗎 他說 旁邊就是他妹妹 我說要不然一起買 你要這樣 你這樣問 沒有妹妹 他還說旁邊是你 他有弟弟 連個都不一樣 連面貝 對 屁股不像溫泉 所以我就說 我們老婆很弱 那一講之後我就說 好 反正那個卡的額度夠夠夠 就給他刷下去 後來就 突然家裡 就多你們要多兩隻發狗 就懷孕 你有小孩你就不能養狗 沒有 應該是說 那時候我們 沒有後援可以幫我們 所以我當下也沒有辦法 就是兼顧這麼多 那我本來想說 小朋友初期 我先把那個狗狗 請我朋友照顧 寄養 對 寄養 結果沒有想到 一養就到現在了 他那時候要給人家 先寄養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 我一定要把他們帶回來 就是我們屬於那種 腦波很弱 然後就覺得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是先買再說 先斬後之後這樣 但現在就不會 而且因為我朋友 現在養他們養得很好 跟髮都會長得蠻像的 喂 以前的我就是 對事情很容易三分鐘熱度 然後很容易放棄 就包括減肥這件事好了 就是 婚前沒有成功過 以前就是也是腦波弱 剛開始也是交往的時候 想說兩個一起要去瘦身 然後就是報名那種健身房 然後要繳年費那種有沒有 然後就想說 可以分期 又給他扮下去 那兩個人 一個人去不到五次 可是婚後 生了第一胎小孩之後 責任心更重 然後也希望可以有健康的身體 陪伴小孩子走更長遠 所以那時候毅然決然 因為又去檢查身體發現 哇 整排紅字 因為有一天我跟他講 以前我怎麼跟他講 他都不聽 因為以前他在演藝圈 就是肉肉的 對 不是肉 是胖 講比較好聽 就是肉肉可愛 他也覺得說 我在演藝圈就是 每次都被講這個點 他就是這個點 人家每次都拿這個點 就是開玩笑 就是有時候也因為這樣 好像有一點畫面 或什麼 就自己也沒有太care 就是娛樂 沒有影響到你的演藝的那種 對 人也覺得 這樣肉肉可愛 對 那他也覺得說 我這樣也沒有不好 人家就是說 黑色旋風 郭婷筠 唱歌很大白 這樣子 對 有了小孩之後 我觀念也轉變很多 我就突然覺得 跟他講一句說 你有沒有思考過說 我們要好的健康的身體 才能夠陪伴小孩 可以走得更長更遠 對 他才很認真去思考 我講這句話 要不然他以前沒有去想過 要瘦身 這件事情 很認真去思考 有 但是都做不到 對啊 那因為 應該說我懷孕第一胎 碰到107公斤 對 然後生完小孩 還要99公斤 然後我就覺得 夭壽 我一看鏡子 都被自己嚇到 然後他說 他就說我陪你 我們一起 因為他一個人就沒有動力 對 那我就陪他 對 我真的是要特別感謝我老公 他也因為 就是希望我健康 然後自己還去考到了 營養師的症狀 哇 對 就是讓我們的 對一直到現在的飲食觀念 就是整個有改變 難怪你維持的很久 所以就是堅持 什麼都買 什麼謊話 就是 因為我是台北人 等於是有一點算嫁來高雄 沒有 就是我們現在在高雄生活 對 所以我等於在高雄 我都沒有朋友 所以有的時候 總是會覺得孤單寂寞 覺得難 對 我都沒有朋友 所以我沒有人可以說話 你是跟特斯拉說話 對啊 沒有特斯拉 還我到一個寂寞的 你跟Siri講話 你自己跟Siri講話 最近有在跟Siri說話 有 好慘喔 所以有一天我就跟廷雲講說 你們知道有一種動物叫龍貓嗎 我知道 龍貓很可愛 很可愛 很像那個痘痘的龍貓 對 有一天我就跟廷雲講說 欸 我想養 又養 又養 哈哈哈哈 她養了又送人 想孩子 你跟我講 你先跟我講話 你先跟我講話 我就跟廷雲講說 我就說 欸我想養龍貓欸 他說 龍貓 我記得好像很貴呢 欸 那個一隻好像好幾萬欸 我就說 我剛好有朋友 他 有養殖 他剛好有多生 剛好生一對 啊 一對兩隻 賣我四千塊 那很便宜啊 當下我覺得 欸好像 四千塊而已 OK 啊 有灰色跟咖啡色 你要選哪一對 啊我就照片傳給他嘛 喔很可愛啊 很可愛啊 超可愛的啊 沒有 因為他傳給我當下 我心裡想說 好啦不然老公在高雄 好像真的沒有朋友 也是蠻孤單 然後我看他那個毛茸茸 也是有點可愛 療癒療癒 而且四千塊 跟我想像中的價錢 差很多 四千可以啦 四千可以啊 啊結果殊不知有一天 因為 我的那個 銀行的帳號 他都看得到嘛 他都可以 有的時候 可以進去看得到 他有一天心血來潮 他進去看 欸 啊怎麼跟六萬 少六萬 因為 對 那兩隻不是四千 那兩隻是 六萬塊 六萬 對 我就突 我當下 我就突然 我的卡比獸好便宜喔 你那是虛擬的 沒有用 不講 我就突然這樣呆掉 我就 天啊 我當下真的傻眼 然後超氣氣炸 然後重點 這個六萬 好沒辦法 因為龍貓就已經 那個只是一開頭 已經開始養了 來重點是 你知道養龍貓 養龍貓 龍貓要24小時吹冷氣 蛤 我還上網去訂了 很高的屋子 大概這麼高 像冰箱一樣大 那個屋子就要花了一萬多塊 對 Oh my God 然後飼料 飼料有個沒有 前前後後 夾他們就花了十幾萬 還有什麼洗澡的粉 你為什麼不先做功課 喔 有啊 就是我做功課啊 我就覺得 這樣還很可愛喔 重點是龍貓的那個屎啊 它都是一顆一顆一顆 然後只要他們跑出來 他們就隨時 他們的屎是 會隨時都亂大亂大 然後我在家裡就覺得 太頭痛了 後來我受 但是是硬的啦 對 後來我受不了 我就跟他說 龍貓跟我二選一 有龍貓就沒有我 有我就沒有龍貓 所以他後來還是把他送 就想了一下 對 回歸給那個原本的 我們大概想了大概五分鐘 不好意思啊 你會答應我一件事情 你明明不要再養 不要再養醜物 你們要生小孩 你不要再養小動物 就養小孩就好了 你如果真的想養小動物 你去那種 留在那種動物 看一下 有很多需要救援的 他前陣子跟我說 他想養烏龜 好可愛喔 烏龜也沒有很好養 烏龜不好養 烏龜大便更多喔 拜託不要啦 你不要再養幫養喜有求求 結果最後我就 就把那個龍貓 就是送給那個 本來介紹我的那個弟弟 你看六萬 白賺六萬 喔 詩詩話 沒有啦 現在他們也是養的肥肥的 很可愛 聽說那個 那個喔 那兩隻叫 碰烘跟碰甘 你那六萬拿到碰 碰到更好意思 沒有啦 沒有啦 那六萬對碰到 夾夾啦 布腳布就對了 但我覺得我的部分 我覺得 我雖然有跟他坦承 但我覺得這是 真的是為了小孩好 因為其實之前孕婦展的時候 他都會有那種什麼 我幫你 只要你來免費 免費填一下資料啊 然後我就會免費去你家 幫你除塵滿 那因為當下 我的心動的點是因為 去逛孕婦展那天 我很餓 然後他就說 只要你來填資料 我們旁邊還會有那個 什麼雞蛋宅 免費給你吃 我想說 他是為了雞蛋宅 對 我想說 填個資料有雞蛋宅 又可以免費幫我除塵滿 還不錯喔 對啊 而且感覺好像 應該要除一下塵滿 因為之後新生兒要出生了 對對對 那我就很心動 那終於約到除塵滿那天 他就來喔 哇 用得很乾淨 然後除了那個除塵滿之外 那一台還有 就是空氣清淨機的功能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吸塵器的功能 而且他很厲害 對 很厲害 他的那個 每個刷頭很多不同的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個很值得入手 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兩個就直接問了說 請問這個一台 如果要買的話是多少錢 對 因為他說如果來居家清潔一次 可能也要兩三千塊 我想說要用這麼長久 那不如買一台自己在家用 然後那個人就說 一台十三萬八 好 當下我們兩個就 喔 放棄這個念頭 好 謝謝 就覺得算了算了不要好了 然後 但是後來他又跟我說 喔 我們也可以 無卡分期喔 24期 對 但是我後來 你真的很好喜 不是 但是後來我有堅決 我就說 我們還是討論一下 沒有沒有 這個時候我就踩得很硬 我就說 喔 不行 對 太貴了 不行喔 對 真的太貴了 我就跟他講不行喔 對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 他就走了 結果 後來有一天 就突然包裹送來了 他就想說 這台怎麼出現在家裡 我就跟他說 喔 沒有啦 因為我後來就是 覺得這台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就跟經紀人討論了一下說 看他有沒有機會 可以幫我談個什麼合作 或是業配互惠的方式 所以後來就談成功 那還好啊 對 談成功 所以就出現在我們家了 喔 我就想說 欸 這個談出不錯喔 因為我就覺得我小孩子 很需要好的那個空氣 對啊 然後有時候如果過敏了 很容易過敏 那 殊不知 過了大概一個禮拜後 突然 寄了發票來 發票寄來家裡 你業配為什麼用我發票 沒有 是因為我騙他 根本不是業配 對 就是13萬趴的 戶頭也少13萬趴 因為他偷偷跟那個業務家 聯絡 對 我跟他聯絡 我就說我決定還是要買 因為 因為 他自己大豬大魚 那你有幫他PO文什麼 沒有 他是用買的 那個是他買的 他自己大豬大魚 他瞞著我大豬大魚 真進白衣買的 可是我是為了 你現在還有在用嗎 沒有 我跟你講 那一台買回來 我們都沒有吸過任何一次的塵盤 也沒有當過吸塵器 但是我有當空氣清淨機 對 但是後來就覺得 空氣清淨機也不用死多 對啊 想不想 我們家裡還有Dyson 對 很後悔 現在很後悔 你看我們老婆弄不弄 不然你們家有沒有學 沒有沒有 我們家已經有一台了 你們也有 我們也有一台 你們家也有需要 一模一樣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每個禮拜用 真的 小朋友過敏源真的有差 所以你叫彭正用 所以我買的那個還是有用啊 對不對 對 叫彭正用 你養龍貓 你不如拿那個 推一推 好不好 你們兩個要省點錢啦 真的好腦波財 黑白隔 氣死 不行不行 不行就這樣啊